那稍微等一下 那謝副分享一下用過染料放跟乾脂署的問題 當然剛剛提到這個用過染料放的問題 我一直覺得像核廢藥的思維方式跟核人店長 像核四藥藥這個是兩種完全不一樣的思維方式 核四藥不藥运轉 你現在可以一定是要或不要 但是核廢藥不管它是Stanthew或是它的Low Level Waste 它就在那裡 你只能選一個比較好的方式來做 你不能說要或不要它就在那裡 所以我們必須要在各種方式裡面 我們來比較哪一個是比較好的 那剛剛這個麥克斯特在說講過 放在Stanthew或是裡面 經過這次的這個3E的舞蹈事件 那大家覺得說Stanthew或是可能比較危險 對不對 所以很多人就建議我們用乾脂署的方式會比較安全 但是呢 當然乾脂署的方式也是要 也是要在設計它的安全 一定要顧問所有核人核廢的處理 最重要的它的安全計 一定要他們中可以接受 這一定是要去做的 所以我會覺得就是說如果說我們評估出來 乾脂署是比較好 可能就好好來讓乾脂好好的做得好 這時候一直反對 核廢的問題也是一樣 現在我們在選地方之間的處置廠 我們大家一直反對 那反對這個核廢不會消失啊 最後會怎麼樣 最後它就我們也沒有辦法啟動來過 它就是分散到各個地方 那你說分散到各個地方去管理會比總管理更安全嗎 我是蠻懷疑的啦 但是如果大家一直吵 那也不得已就知道分散這個地方 那什麼時候大家會認真來檢討 就真的出事的時候來檢討 那這是我們不要的 所以有時候我真的講說很多事情 我們真的是要很務實 沒有錯大家對核廢料大家不喜歡 但是不喜歡我們這個問題是忌存的事實在那邊 我們要以理性的怎麼樣來選一個對台灣最好的方式 而不是說這個不要那個不要 最後什麼時候你不能再說 就是它問題已經不能再說了 已經有安全的議題了 已經對社會也有危害了 難道我們真的要拖到那個時候嗎 所以我還是呼籲有方核廢料 我們真的是要很理性的來面對 它是忌存的事實 好謝謝財庫的財庫 我會要就是剛剛那個陳董提那個問題 因為他在立法院也提過 我覺得其實陳董事長長期關心這個問題 大概也不只是技術問題 包括這個後來這個東西 是不是會跟研議有關 譬如說從水池拿過來 是不是就會 其實那個水池就可以繼續放新的核廢料 我覺得很多關心 後來又關心這個核廢料乾脆儲存之後 跟最終儲存之間的銜接問題 所以可能有好幾個層面 我覺得先不講的這個是一個很重要 就是這個問題產生的 我們怎麼去面對 可是後面可能都有一個基本的基礎 就是我覺得必須誠實面對問題 包括政府部門必須誠實 那先請一位 國慶政 我代表自己 我想要請一位